歡迎收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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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猜… 掌聲鼓勵 厲害了 禮拜六的晚上 唯一的選擇就是我們的我猜 太厲害了… 這個看完 今天看完禮拜一 這樣才能上網 或者跟人家大家來這裡 對… 英文是交到老外 沒有啊 沒有啦 我說你 老外的審美觀是有問題的 怪不得都不看上我 我真的是老外的菜好不好 老外的菜啊 對啊 眼睛眈眈的然後又那個 也不能說老外的菜 你比較中文 你全面性的嘛 你應該是 你應該屬於老外的聖菜 就是 你今天不要惹我 介紹衣食婦好不好 好 你們是 公家電子 電子啊 不得了 電子新貴耶 對啊 等到他們畢業的時候 電子熱潮應該過去了吧 這是給他們滿好的祝福 還有這邊 來自國外的朋友 馬來西亞 歡迎 歡迎 馬來西亞應該算是我們的屬地 屬地是什麼意思 就說以電視王國來講 因為他們都看我們電視節目 那我們 我猜在那邊收視率好嗎 他們現在人在現場咧 你覺得他們還會說其實還好 還有人用很憤怒的口氣說 當然 對啊 你這個不是叫白問了嗎 當中有人講 我沒看過 馬上警衛衝進來 拎出去獨打一頓 再直接送到松山機場 再搭飛機到高雄 讓他轉車到中正國際機場 直接遣送回吉隆坡 就最後是坐船回去 來台灣對他們來講是比較寒冷的 他們在吉隆坡不得了 這個天氣 馬來西亞 天天都是夏天 寒熱很熱對不對 所以他們來這邊 我們希望他們每天 身體健康 萬事如意 好不好 來 趕快來歡迎第一組特別來賓 閃亮三姐妹 哈囉 女士大家好 女士大家好 以及我們前面 電視機前面的朋友大家好 我們是Shiny Sweet Girl Shiny Sweet Shiny Sweet Girl Shiny Sweet Girl 這厲害 我們也希望大家好好支持他們 新歌好不好 新歌叫做 來 要不要唱一下 好 那我們唱另一首 好 來 1 2 1 2 3 4 來一杯泡沫珍珠茶 泡沫珍珠茶 泡沫珍珠茶 來一宿都不認識我 心愛的淡湯 你敢不知 來一杯泡沫珍珠茶 泡沫珍珠茶 不行啊 那個要省下來買飛彈啊 所以這個泡沫應該沒有人喝吧 漂亮 謝謝 這個就厲害了吧 台灣的這個特產放進去 下一張專輯可以叫蛙粿 蛙粿 OK 第二位歡迎我們Ladies and Jane 那麼中國 蛙粿 來 1 2 3 4 特錯 不要來 烏烏我的妹 你不是我的蛋 對啊 天天常叫蛙粿 特錯 你看你好像喔 對 他們就是要這樣 動作要很大 傷我的腳 看我的腳 看我的腳 很厲害 來… 今天是蛋杯了嗎 蛋杯嗎 沒有…還沒 我在泰國還是跟另外一個一起在錄專輯 你看他來現場 講另外一個 我在泰國還是跟另外一個一起 另外一個 然後這一次來台灣 就是為了說想說 談一些有關在台灣 對 演戲或者是主持方面 你知道我上個禮拜去哈爾濱 還有人問到你們呢 真的嗎 對啊 他就問我說 那個中國娃娃那個錯不錯那個 他們現在到哪了 對 真的… 我還為了你們跟人家吵起架來 為什麼 因為他們的哈爾濱人 他這個英文不是很好 他問我說 胡宗憲 你認識那個 中國狗 我心裡想看似北京窮 那一種 中國狗 那一種 中國狗 中國娃娃 中國狗 對 可是我覺得你變漂亮了耶 整個都成熟起來 你也變漂亮 謝謝 今天穿得很性感的內衣嗎 大泥兄弟 走財布 走財布 不… 走財布 它蓋起來很不方便 風水超好的 是… 對… 穿到… 那個是內衣是吧 對 那個是內衣本身 很美的 所以你看你們這幾個女人 還沒有我觀察入圍 一看就知道V啦 那一條是內衣 誰像你一樣 對胸部這麼寮若其中 我跟你講 她很希望她的成績 跟她的胸部成反比 她成… 她的胸部是A 但成績是D 對啊 等一下… 你今天就變得了我 一步行轉 妳有沒有跟她講我是天王 妳在講 妳快出了的感覺 一二 好啦…希望 小敢捏喔你 好啦 過來… 希望有一天妳成績是A 等一下轉別的地方 妳這個小女孩 喂 妳可以讓我去教訓一下是不是 好討厭… 導播不完了 他們都把人家那個當作彈珠台 沒有 我是說 我的手才沒有碰髒東西咧 不是說那邊你們真的很誇張 那妳說哪邊 那妳說哪邊 有一天妳求著她 她都不要 我要哭了 好… 好 接著現在歡迎戴佩妮小姐 哈囉… 憲哥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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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頭髮為什麼流這麼快 好可愛 不知道 其實流得很快 好快 她現在是打一份報告給妳 告訴妳為什麼 沒有啦 這我跟你講 那一天在新加坡 看到跟在路上跟歐巴上 兩個扯頭髮互擋 扯長了 不好意思 這段帶我們這段 我是馬來西亞人啦 憲哥 馬來西亞是嗎 馬來西亞人 真的 她也是馬來西亞人 對… 所以妳今天是帶著妳的師妹 一起來嗎 不是啊 帶著 我們是不同公司啦 但是我們是小朋友啦 怎麼感情這麼好 因為都是一家人 同一個地方來那是不容易的 對…他相遇固之 酒漢馮甘霖 一山還有一山高 如果要人不知 除非擠莫文 一圓一日之祭載於晨 一連之祭載於春 斬草不除跟純銅脆右生 本是同根生相間和太極 好啦…算了… 好緊張喔 跟妳的專輯有屁關係 講 第六章創作專輯愛瘋了 愛瘋了 希望大家都知道自己 今天唱第二波主打歌 往前飛 往前飛 我只想要往前飛 好輕耶 能飛多遠也無所謂 也無所謂 我討厭在這裡徘徊 那種遺憾的滋味 往前飛 正圳太遠了 好聽… 還有一位玉橫小姐 歡迎 心口有來就對了 唱…她的 Sunday Monday Tuesday Wednesday Wednesday 好 來…預備 7 Sunday Monday Tuesday Wednesday Thursday Friday Friday Saturday 好好的日子不夠 跑到這種地方來 那是不一樣的廣告好不好 對… 好痛的 三茶 萬茶 七茶 好好的日子不夠 跑到這種地方來 爸 你怎麼來 我來把你帶回家 就現在他全國電子買多少 他就給我們室舊一舊多少 還都不用算在一起 這台你在外面打工 讓你洗衣服比較方便 爸 你過年就不會回來吃 我不知道要來看你 不要這樣子 你很煩耶 你才不會累 不要這樣 不要這樣 不會你了 你們也太不誠意了 我不知道我要講一句嗎 他們的鼓掌是 好像大家越來越少他就 出唱片了 你幹嘛 講一大串 講到人家唱片那種不屑啊你 不是啦 我是說這個也有在唱片裡面 對… Happy Day這首歌 而且大家都叫你番茄女孩 為什麼 對 之前公司就是賣個關子這樣 不要讓人家看到我的樣子 也不要告訴人家我的名字 所以叫番茄女孩 好 來介紹第五組人馬好不好 厲害了 彭博少林涵 王健龍 大家好 大家好 我是王健龍 大家好 我是林涵 還有一個人 大家好 我是彭博少 為了什麼戲 我們這次來巡傳是乒乓 乒乓 對 然後 冷掉了 對 乒乓這樣在三月 我只三年五班 乒乓 跟那個乒乓是不太一樣 對 我不一樣 乒乓是在講乒乓球嗎 對 然後我們這次 乒乓在講排球啦 乒乓 其實是籃球 以為生病就可以亂講話 算了 那個林涵 林涵來介紹一下好了 好 乒乓是一個就是運動的戲 然後它是勵志 然後青春和愛情 這個是運動 難道是本人的戲啊 好厲害 那請問一下 那個演員他們都會拿著鍋鏟嗎 會拿著乒乓球拍 我們也希望你這個戲能大賣 好不好 好 加油了 李可來歡迎他們今天的第一單元 真的假不了 真的假不了 馬上來歡迎他們第一位來他們 現場的20小時的卡 你在幹嘛 歡迎小玲小姐 歡迎小玲 小玲23歲排美人 那麼美女 好 好好來訪問 你是來賣眼鏡的對不對 為什麼要戴墨鏡 那麼這位她可能是有 不為人知的一個秘密 今天她能夠來到我們現場 我們希望能了解 幾歲的時候進入到這個行業 我從小五歲的時候 大概五歲就進入這個行業 當時整個發育還沒完整 有客人點妳嗎 有 有 做什麼事接受受訓到現在 五歲受訓 專業的 猜得到 14小時是幫客人 讓他們猜猜看 幫客人做什麼事 很難猜 佩妮有知道答案嗎 我覺得她滿像那種 通靈的 通靈 什麼Tony 不是Tony啦 通靈 靈媒啦 靈媒叫Tony啊 是嗎 靈媒叫Tony嗎 靈媒還有分喔 Tony旺或者是現場白 通靈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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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Tony旺 請問妳的職業是 專業代罵 請問我 代客趴車有聽過 代客幹掉 今天是第一回 沒錯 她的職業就是代客幹掉 經驗半年 專業代罵服務公司 24小時幫客人服務 服務內容 跟我們大家報告一下 就是啊 如果說你今天啊 譬如說被男朋友劈腿啊 你很不爽啊 那你想要找人幹掉他 可以找我們 那哪裡找得到你們 網路打廣告 對 我們在網路上打廣告 你們這個行業現在 經營到現在多久了 大概一年多 一年多 生意好嗎 還不錯 現在現代人的壓力太大了 這個行情怎麼 怎麼代罵一團多久 對啊 代他多少錢 像我們的話是 如果說你在 我們是幫妳用電話罵的話 一天是 服務費用是300 然後如果說幫妳 一天 罵一天啊 對 罵一天300 那對方拿 可能就在那邊接著讓妳罵 就算是不斷地騷擾他吧 那有照他面前罵這種嗎 我們不會 我們是逆妳不現身 怕被那個人打對不對 我們也會保護我們自己的 妳沒有被兄弟嗆架過嗎 有 就有一次啊 就是 真的呢 就是啊 有一個女方她也是一樣 就男方跟她借錢不還 那女方委託我們 就是刊登報報紙的廣告 上面就是去批評啊 責罵那個男生借錢不還 結果那個男方 就應該是找大象的兄弟 去給報社壓力說 這個廣告是 南方一個人還兩個人 南方一個人 應該是兩個人吧 為什麼 他們唱的歌我們都滿喜歡的 好爛喔 然後呢 那接著就是 他們就找大象的兄弟去 這個報社嘛 去問說這到底廣告來源是哪裡 那報社就 他們也想說不要製造麻煩 結果後來跟我們公司講說 他們不接受我們在這個 廣告再繼續刊登 有沒有因為這樣 然後一聊大概滿頭緣說 那我們出來見面好了這樣 妳今天戴墨鏡是不是 因為怕有人認出來就是妳 是 有出來見面嗎 沒有…我們不會現身 我們就頂多是電話 不會現身啊 又知道被裝飾病了 我們會現身喔 聲音的聲 妳們不會現身 那妳們是怎麼樣 對 我們就是透過 電話或者是網路 或者是報紙這樣 所以妳們也會用傳電郵的去罵人 對… 就是他可能讓他每天收到幾十封 電郵這樣子 我為什麼要被音樂控制啊 神經病 有沒有職員就請妳去罵他老闆 也有… 就是離職的員工 然後請我們去罵他們之前的職官這樣 那罵的內容是真的 是講到那些職員的心聲 還是說純罵人 是講道理的 還是髒話連連的 對 因為人家其實罵人 最高境界是罵人 不戴髒 是 她都有分啦 可能都有分 哟 了不起啊 酸的… 兇的… 我告訴妳 什麼名字 情苗淡寫的 我告訴妳 老闆 不要讚 我看過妳老婆 胸口有一顆痣 髒話連連 髒話連連的 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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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妳要不要罵他 入妳們那邊的公司 所以妳要為門徒罵 不行 憲哥一個月賺太多 我們公司養不起他 沒有… 妳可以放錄音帶給他聽 對不對 妳這個人 所以我說得聽 妳老闆就是這樣 老闆不要這樣 觀眾朋友們 現在有一種專門 代客罵人的服務 透過各種管道 幫妳出氣喔 妳相信嗎 這位是由甘賀勇先生 來到我們現場 他做什麼 也不知道 他叫做甘賀勇 歡迎甘賀勇 歡迎他 甘賀勇 22歲 宜蘭人 是… 你好… 男先生 妳好 來… 我們一般來賓來 都會走個台步 感恩 麻煩的音樂 對 來 走個台步 走過去 甘賀勇先生 一般 鄉賀勇先生 一般鄉賀勇先生 給大家拜託 伊蘭人當東算 妳說什麼是不是 東算 東算 對 你好 甘賢你好 跟大家打招呼一下 我宜蘭人 剛才宜蘭人 好可愛喔 好開心喔 甘先生 什麼北話 宜蘭都可以出台北啊 這是介紹乒乓的運動 也對喔 厲害… 那麼妳是環保樂器家 我覺得這一個都是算我們 民間的英雄 對… 在幫我們保護環境 對… 甘先生長得有點像李安耶 一點點 真的嗎 對啊 妳有看過那個臥虎長龍嗎 有人說我跟霍玉卿 費玉卿啊 從哪裡看的 不知道 這樣看對不對 不是 這個角色 比較年輕的時候 年輕的時候 那個照片 說妳長得像費玉卿 妳唱這條吧 後來有人說妳 樹上小鳥叫 我的鳥好 後來有 這裡是天上人間 剛才是說後來他叫成蕾喔 這裡是人間天堂 反差好大 所有的照片 黑白的照片 這樣成蕾後來 妳做多少樂器妳就介紹一下 這樂器做很多 反正把我樂器做 前一年人選好大 很多有沒有二十幾個 二十幾個 不是 二十幾個 垃圾車經過 對 都會有人幫忙收集 有 我太太 剛才看我這個能做的話 適合的話 大家撿起來 好棒喔 剛才跟路做做 一直做 真的嗎 所以就看到美麗哥 太太在後頭追垃圾的時候 拜託 妳的樂器都有聲音 有 不然 做出來只能夠 我先只是造型而已 沒有聲音 那做一個鋼筋 有 我做的都可以 所以有聲音 可以演奏嗎 沒有做的都不要 剛才可以演奏 可以 可以敲出來是一個曲子嗎 有 對 郭仔戲還是別管 我們是一樣是別管 這裡是天上 熱門間 乾先生你會有想要我幫你打他 什麼 沒有啦 沒有 你有沒有聽到他說什麼 好 好什麼好 來 好啊 來 那弄了之後有賣嗎 你是拿來賣嗎 還是純粹自己玩 自己玩 有 送給人 送給人 賣不賣 不太好意思賣 不好意思 那你本身還有就是自己的職業嗎 還是你就全心投入這個環保 不是 我自己有職業 對 你是在做什麼的 我是 代客罵人嗎 對 你是在 真的 你生做真心的歌 先歌聲丹爐耶 對 說得很大 丟臉 就煩惱到 將會抖到 好 有人說人情在社會 唱得不香嗎 你唱得很好耶 你唱得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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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樂啦 你唱得很好 沒有啦 沒有啦 2號甘賀勇 是一位環保音樂家 專門收集破銅爛鐵 做成樂器 觀眾朋友們愛 你相信嗎 好 我也是要 屠於芬小姐 歡迎 是屠於芬 三許一歲 喂 嗨 這有點難猜吧 院長好 你好… 你也難猜耶 綜藝界的院長好 是 還叫院長 都不好意思 你怎麼知道他是神經病院的院長 誰啊 喂 人家 我跟你講 這位他是留學法國的音樂碩士 MASTER啊 往前一步 我不太容易移動你 MASTER2 對啊 台灣留學生出國 都一定會攜帶你的唱片 到國外去 真的嗎 一個外國人對不對 如果覺得 附近有靈界的朋友 就趕快放憲哥的音樂 還是有吸血鬼來 拿我的CD讓他咬著 然後有一天我教授 突然跟我說 嘿嘿 教授什麼 吳宗憲的唱片 唱得超級棒 真的嗎 是全亞洲最帥的 他是說超級賣 還是超級賣 超級棒 超級棒 而且是全亞洲最帥 而且是全亞洲最帥 超級賣 而且是全亞洲最帥 太好了 大家好喜歡 跳 沒有 憲哥的歌聲真的很好聽 好有安全感 能稍微瘋狂的一點 主球是什麼 低音大提琴 Cherol Cherol是嗎 Double Bass Double Bass 那就更大的 一支支大支 但是你現在 主要 因為她是留學法國的音樂碩士 但是她現在的工作是 給大家猜 有點難猜 演員 錯 猜到成林要捐10萬獎金 錯 老師錯 佩妮她現在工作什麼 加60萬 什麼 她現在的工作 搞笑什麼 錯 來… 不是 雨衡 調音 就是調音師 錯… 還就是調酒師 那三位 健身教練 健身教練 而且她還有 而且還打乒乓 我告訴你 只有最後一組是答對的 真的嗎 她最近還剛拍完一支 泛雅的廣告 你這個跑了嗎 有 有 你看那錢都在把我照 你跑這個不跑 你真的是電視兒童耶你 好啦 大家都沒有答對 各位 冷靜下來 她是什麼工作 你冷靜下來就好了 她的主職是正職 嘿 快來猜猜看她的職業是什麼呢 厲害啦 她說小時候 玩鞭炮被砸到手 手被炸得 我的新衣服有沒有弄髒 對 她被炸到手對不對 她在意她的新衣服 她手被炸到就算了 而且是炸到爛掉 結果她還是只在乎新衣服 對啊 就跟帥哥 騎摩托車勒殘有沒有 起來還要先剝頭髮 沒有 你才 滾了 滾了八圈 然後寫那個身上都是血 結果她那個在底下定格波子 是這樣子 沒有意思 真的不可以 滾完之後 9分 但是她卻不顧美女形象 非常喜歡整人 胡思涵 而且聽說曾經拿大便給人家吃 你怎麼拿 你告訴我 而且拿的是誰的 有包裝的 我拿我自己的 她拿她自己的 怎麼拿啊 因為小時候就是好像大便就這麼小 然後我就把她拿起來然後給阿伯 結果阿伯我以為是巧克力還很開心 阿伯當然翻臉太過分了 竟然連個刀叉都不給 很像話 她的主職是正職 檳榔西施 不是西施郎 西施… 楊貴妃嘛 還肥厭壽 她是檳榔楊貴妃 所以妳現在沒有從事音樂的工作 妳反而是在賣檳榔 妳是家裡賣還是妳是 我父親是種植檳榔的 所以妳就堅持 妳會包嗎 有啦 有在學 妳除了扛檳榔以外 妳還能包 妳不可能爬到檳榔樹嘛 妳是穿的很少嗎 她爬到檳榔樹 怎麼爬都在地面 因為那檳榔樹整個彎到後面 會這樣對她的地面 妳還喜歡吳宗憲嗎 現在 妳管我玩 她沒喜歡過嗎 不要…不要理她… 我們可以開玩笑的 那妳這個 不要理誰啊 妳告訴我 回國後從事檳榔業 但包檳榔常做不好 常被老闆辭退 是嗎 因為老闆很嚴 是嗎 可是我不懂耶 妳花了這麼多的錢 去法國留學回來 為什麼要賣檳榔 想間諜副業這樣 那妳有邊在賣檳榔 生意不好的時候 拉下大提琴嗎 感覺很sad 今天生意不好就拉Base SOWS 這個是… 這個是高音的 它是Double Bass 生意不好就自己吃檳榔 就吃檳榔 妳有吃檳榔嗎 自己吃檳榔 要學著了解 偶爾吃一點 可是檳榔對身體不好 有什麼好了解的 少量不會 她可以用法文賣檳榔嗎 不好意思 用法文問候大家 如果連這個都假的 那全部都假的 法文… 小姐 你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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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開心 然後怎麼樣 你好嗎 謝謝 你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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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奇怪 人家講法文都很性感 你怎麼講法文臉怎麼樣 很性感 那妳看我的臉 你好嗎 好醜喔 她要有一個啟動 一開始妳要醞釀 大爆牙 CELAVIA 妳就說 在法國借頭常常跟她朋友 跟朋友約 一見到面就 CELAV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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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妳就說 在法國借頭常常跟她朋友 跟朋友約 一見到面就 CELAVIA CELAVIA 洗冰藍的過去 妳會打冰藍膠出來嗎 沒有 要先剪 然後再 冰藍膠出來 先剪 然後再割葉子 再割葉子 再塗石灰 塗石灰 再爆冰藍 你們的冰藍要不要漂 漂 要不要漂冰藍 我們沒有 三姐妹的眼睛好犀利 我們比較沒有 二姐眼神 我們已經完全找到冰藍權威了 3號圖余芬 擁有流化音樂碩士的高學歷 卻同時賣冰藍的工作 觀眾朋友們 你相信嗎 以上這三位 究竟哪一位說的是假的呢 觀眾朋友們 大家一起來猜猜看吧 為什麼它是假的 因為我覺得 就是很高的學歷 以後來現在要去當冰藍西施 那心態調適應該要比較久一點 而且我覺得它 並不需要去當冰藍西施啊 也不用繼承家業吧 就是只要削 削給下盤山就OK啦 對啊 只要可以有別的方法 對 來...性感 娃娃 娃娃 2號 喔 環保樂器師 對 因為 她在訪問的時候 好像有一點 不知道自己在說什麼 然後我也聽不懂她在說什麼 我在懷疑說是我中文退步 還是她真的不知道自己在說什麼 妳說這樣疑人人對不對 說話疑人疑人啊 所以就可能不是真的 才不知道自己該說些什麼 佩妮… 好…了解… 所以妳 我也選2號 妳也是選2號 活力上到底哪裡冒犯妳們啊 她長得像脆玉清不行啊 沒有 我一開始的時候 我覺得說 她應該不會裝啦 因為她看起來就很老實啊 來... 3號 3號 為什麼... 冰藍西施不相信 沒有那麼高的音樂造詣可以去 比如說教小孩子彈藥琴 好 來第三組 就這樣啦 來 其實我們現在選2號了 對 然後後來又我們討論一下 我覺得3號有可能是假 真的 也有可能是假 對 好 來賓猜測結果 竟然都認為1號說的是真的 究竟結果如何呢 快點和棚內看看答案揭曉吧 反正1號大家最相信她 是嗎 我們一起來看看 到底1到3號哪一位才是假的呢 倒數5秒 給妳答案 5 10 3 2 1 正確答案就是 1號 天啊 好… 既然是1號耶 1號這麼假 你們竟然不猜她 今天算很好猜的 哪有什麼 她很假耶 拜託耶 哪有什麼代罵公司啊 拜託 妳本身的職業是 自由業 自由業啊 自由騙子業對不對 妳是在自由時報是嗎 到處騙吃騙喝 到處 她是根本是假的啦 好不好 但是有一個地方有 中國大陸有這個 沈陽 聽說有 真的 真的 對 她真的有這個東西耶 代罵的 就好像有那個 大陸有包惡奶啊 她就請人代罵這樣子 對 因為那個原配不能 飛到大陸去罵 她就專程罵那個惡奶 罵到她跟她分手 很會罵 那個罵到堪熙你知道嗎 很賴耶 比Rap還快 再Rap 妳這個壞蛋 妳兩個人 不得了 妳還在那裡包惡奶 包惡奶就是口罩打死結 或者就是吊橋 也叫做惡奶 包惡奶 人家妳這個人包惡奶 這個包來包去包成仇 會不會這樣 結果最後罵人的人 又跟那個男生在一起 對啊 罵到休克都有 包來包去包成仇是什麼 包來包去包成仇 真的 旁邊休息一下好不好 我們現在馬上來看看到底 我們的二號先生她是真的 一起來看看她的樂器好不好 給她熱情掌聲鼓勵一下 來… 好可愛 我已經看到了 好棒喔 來 一個… 好酷喔 還有鐘寧 她這個是一個有沒有 等一下 餅乾盒 這個是不鏽鋼嗎 這個不鏽鋼嗎 這個不鏽鋼 餅乾盒 然後她就馬上把它做成一個音箱 先一樣一樣來 我們請她來表演一下3V線 好 來…交給妳 來 先生 不但做環保 還可以讓鄰居的感情變好 掌聲鼓勵 好可愛喔 願望我來兩瓜酒 好 看我來兩瓜樂 給妳聽妳 好啊 沒想到欺騙 不用就嚇一 掌聲鼓勵 你看我還真的會唱對不對 對 她唱的 再來… 這個… 好棒耶 這個聲音 這是什麼… 這是什麼做的 這個不鏽鋼 不鏽鋼的那個杯子 杯子啊 也是人家丟掉的 超讚的這個 這個也是一個鋼杯 這個是我們喇叭頭那個 喇叭頭 他會把一些垃圾把它拆掉來做 1 2 3 真的有聲耶 好掌聲鼓勵 真的耶 阿亞還真的會唱 我覺得也只會那一句 你就念這個歌系 他後來就因為唱了這個 人家才叫他改唱Rap 沒吃了 還有VC啊 給大家看一下 來看他怎麼樣做的 來 乾先生 你相信用破圖爛鐵做出來的樂器 也能有如此的天籟嗎 用廢鐵做樂器可是乾老師的強項喔 不相信廢鐵可以環保利用的你 張大眼睛來看看老師的手藝吧 你瞧 是不是兩三下就弄出了一把樂器了呢 乾老師的第一個作品就是眼前的這個時鐘改造的琴 觀眾朋友們 全台可是只有這一支的喔 不過聲音是不是非常悅耳呢 好聽的真的別有一番風味呢 而且乾老師更做了三四十把樂器喔 你看是不是很厲害呢 便當盒 椰子殼 牛奶罐 甚至咖啡壺 還有吸煉盆耶 乾老師也未免太黑備物利用了吧 不過除此之外他最喜歡的是 這支是你最喜歡的 這支聲音很漂亮 很好 這根本就是環保藝術的呈現嘛 三個廢物竟然弄成了樂器 老師啊 趕快去申請個專利吧 這支是你最喜歡的 這支聲音很漂亮 很好 這根本就是環保藝術的呈現嘛 三個廢物竟然弄成了樂器 老師啊 趕快去申請個專利吧 又是賞心悅耳的一字 觀眾朋友們 你是不是也很佩服環保藝術家 乾老師呢 給他掌聲鼓勵鼓勵吧 太棒了 看到的乾先生啊 我覺得他真的就是台灣音樂界的阿甘 有沒有看到 對…形容得好 太棒了 而且他把這個環保回收的東西 變成樂器 對地球有貢獻 接著下來 就是他個人 剛剛我們這個前面他講 問有沒有代表錯對不對 來到我們現場 來 彈一下…來… 來… 你彈我不會彈 不會啊 你這個東西拿來 你說你發明的 你大一樣大你不大你漏氣了 你不行 你什麼阿甘 阿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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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帶來了 要不然為什麼你在這裡 擺在這裡 你彈小蜜蜂就好 對 你不行 你這樣對觀眾我不行交代 我猜猜猜猜猜猜九年了耶 你這樣一次就要一支 再拉倒幾張頭 你這樣不行 來… 他不會彈真的 你那兩個都要清醒一點好不好 好… 這三號的啦 好啦 這是我們為彈先生 謝謝 謝謝 音樂家開玩笑 來…我們彈琴她就變成一個女超人 好 來…直接來 好美喔 天啊 這雙巧手竟然拿來包冰藍 哇 哇 轉去 哇 還彈錯一個音 唉唷 天啊 很棒耶 你根本太… 人家根本就是個音樂家嘛 對不對 為什麼不去交小朋友彈琴啊 他都說啦 因為原住民的文化 文化 所以他要堅持 你可以去交原住民的小朋友彈琴 但是不要鼓勵他們吃檳榔啊 對 就要小朋友都嫁不住 因為小朋友都比我厲害 又比我天才 會啊 有自信一點 不會 對自己有自信 那是最重要好不好 沒錯 我們也要看看他的三居生活 好 來 他這個整個賣檳榔 不得了 音樂碩士賣檳榔 從法國回來 來 一起來看看… 超乎你想像的故事生涯 我們要互相練習 就譬如說我今天還很討厭你 可是因為我是一號 我要幫二號灌 萬常啊 不然是要看你的屁股 然後我幫你灌 那會公報私仇嗎 對… 本來平常都很溫柔 但是… 你們都還要憋住五分鐘 然後有些同學 就已經快拉出來 可是還是沒辦法 老師說要憋住 我騙你吧 我騙你 老師今天要上生平課 他要做那個扣枕 那是胸前這裡 他就抽籤 抽到陳琳的話 然後老師就會說 好 陳琳明天那衣服啊 明天不要穿內衣這樣 然後當這種脫掉的同學來做 就是… 就是給他們… 全部的… 那個… 全部的同學 男生和女生 女生對 雙風 雙風都會被看到 衰耶 怪了 他就是在實習的時候 遇到一個很神經質的 裝神弄鬼的病人 想說 妹妹你看上面 然後我說 什麼東西 他就說 上面有好多頭 好多頭 那這就算了 他有幻覺了 在走廊上遇到他 他就說 妹妹小心 不要撞到 他說不要撞到別人 然後想 根本就沒有人 他笑到嘴巴合不起來 這是十年前的余芬 在法國求學的樣子 求學成功回來 成為道道地地的 流發音樂碩士 動了他 不說你不相信 如今的他卻甘願放下身段 在台東過著包檳榔賣檳榔的日子 音樂對我而言是一個 可以表達愛心情感的工具 就跟檳榔葉一樣 包檳榔很簡單 就是做一個很簡單 很快樂的事情 可以關心很多的客人 可以跟很多客人做朋友 我們當然是建議他說 爸爸媽媽那麼辛辛苦苦的 這樣子 我覺得很可惜 但是他很快樂啊 俗話說得好 行行出狀元 相信只要他覺得 買檳榔能夠給他帶來快樂 不愧對自己的人生 那我們又何必 對他抱以嚴格的期待呢 我們一起來祝福他吧 太棒了 太棒了 我們也再次希望 在這裡衷心的希望 真的看到我們這樣 本土很多的藝人 藝術工作者 音樂家 都能夠受到 我們有關單位的一個支持 說得好 一個照顧對不對 讓他們有更好的發展 要讓他們國外學的音樂回來 讓人家覺得我們台灣 是沒有文化的地方 對 才不是 好好的讓他音樂的長才 在我們你的工作崗越上 可以好好的發展一下 好不好 再次謝謝妳 謝謝 來 乖乖乖 那下次有機會我到你們那裡 你要請我吃冰蘭囉 好不好 來 今天今天請掌聲鼓勵 謝謝 休息一下繼續回答囉 什麼 讓一下 還有客人 謝謝 再見 謝謝 張押忍 感謝